秋菊历经艰辛终于与耀宗重逢 没想到耀宗却再次将他抛弃 原来自从雅婷小产 心情一直不太好 孙妇担心女儿堵物私情 于是让耀宗带着雅婷到美国散心 以后就在那边发展 刚和孩子团聚没几天 就又面临着奋力 耀宗虽然不情愿 但孙妇的话就像圣旨 她根本不敢违抗 耀宗决定在离开之前 安顿好秋菊母子 听说爸爸又要走 正阳反应十分激烈 正阳跑了耀宗 则带着伤口回到孙家 饭桌上雅婷发现 丈夫手上的伤 敏感多疑的她 非让耀宗说清楚 是哪个女人咬的 耀宗不敢说实话 只能说是一个 不认识的小孩咬的 那你说啊 在什么地方 被哪个野种咬的 你倒说清楚啊 雅婷根本不相信 还出口就是脏话 孙妇已在一旁添油加醋 逼着耀宗说清楚 不然就是心里有鬼 父女俩不依不饶 大有追问到底的架势 耀宗终于不再忍耐 这伤呢 是我儿子咬的 就是你说的那野种 孙家人都难以置信 怎么耀宗突然间就有了儿子 耀宗决定说出实情 此话一出 雅婷第一个崩溃了 原来丈夫一直在欺骗自己 孙妇也勃然大怒 想不到精心挑选的女婿 到头来竟然是个骗子 为了娶女儿为妻 不惜连亲生骨肉都不要 孙妇气冲冲回了书房 孙母追进来 还帮耀宗说了一堆好话 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秋菊头上 觉得是秋菊穷怕了 主动提出离婚 让耀宗入赘孙家 自己好从中得点钱 孙母认为 如今女儿离不开耀宗 如果耀宗同意 再也不和前妻见面 那么她还是可以 继续做孙家女婿 孙家注定无后 既然只能领养孩子 那么领养郑阳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孙父同意了 于是两人决定 先去看看孩子 这家人简直太可恶 不仅抢走了耀宗 还要抢走秋菊的孩子 你和耀宗已经离婚了 按照常理 孩子应该归父亲 这两个孩子 我们孙家愿意领养 孩子是母亲的命根子 秋菊毫不犹豫拒绝了 他可以离开耀宗 但却不能离开孩子 我们是好好的跟你商量 没想到 你这么不是大体 这就是有钱人的逻辑 自家闺女不能生 就想抢别人孩子 孙父仗着自己有钱 能给孩子好的生活 居然认为秋菊 应该对孙家感恩戴德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秋菊生气的下了逐客令 孙父孙母出师不力 决定把这件事 交给耀宗去办 孙父告诉耀宗 孩子他们已经见过 十分满意 但是秋菊不同意 把孩子交给孙家 让耀宗 无论如何想办法 说服秋菊 耀宗刚准备 替秋菊说两句好话 就被孙父严厉的打断 你必须把孩子给要过来 最好是两个都要过来 至少要争取到郑阳 然后叫林秋菊 再也不要出现在你和孩子面前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跟亚婷离婚 孙父的话毫无商量余地 耀宗不敢不听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 先接近郑阳 耀宗带着秋菊和孩子 到公园玩耍 陪着郑阳做游戏 正是郑阳长这么大 第一次享受到富爱 坐在父亲间头 郑阳高兴的东张西望 秋菊抱着女儿 也是满脸的幸福 耀宗还带郑阳去西餐厅 吃牛排 农村娃头一次 进这么高档的餐厅 郑阳高兴的眼泪 从嘴角流了下来 耀宗教郑阳如何使用刀叉 既然郑阳用得不顺手 还亲自帮她切好 见爸爸答应了 郑阳高兴的给爸爸 喂了一口牛排 耀宗也给郑阳喂了一口 看着温馨的一幕 秋菊心里满是幸福 回到家 秋菊还没缓过神来 耀宗却说出了 今天来的目的 有一件事想要跟你说 请你把孩子交给我吧 我会好好照顾正阳的念词 孩子是高家的子孙 你让他们去信孙 你对着爹的牌围说 耀宗为了能在孙家 享受荣华富贵 竟然在抛弃秋菊后 又想夺走他的孩子 还恬不知耻地说 孩子跟着秋菊 一辈子只能给别人洗碗 我没本事 你有 那你就该回来 跟我一起把孩子养大了 你让孩子去信孙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爹 你怎么对得起高家 耀宗被骂得无敌自容 懊恼地离去 只留下秋菊独自啜喜 第二天一早 阿宽婶听说 耀宗想抢走孩子 感到十分生气 让秋菊一定不能答应他 正阳知道爸爸要带走他 拉着妈妈胳膊 求他不要丢下自己 秋菊心疼地抱住了孩子 陈世梅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孩子 耀宗对自己的定位 倒是十分准确 但阿宽婶根本不相信 他的鬼话 什么叫来看孩子 分明是来抢孩子 陈世梅好歹 还把孩子给了邢香脸 这一点上 耀宗连陈世梅都比不上 你这种人 简直没有资格 做正阳的爸爸 也没有资格 做高老爷的儿子 你更没有资格 做秋菊的丈夫 你简直没有资格做人 耀宗被骂得狗血喷头 还辩解说 是为了孩子着想 责怪秋菊太自私 仅仅因为自己舍不得 就要断送孩子大好前途 秋菊难以相信 这样无情无义的话 会从耀宗嘴里说出来 但秋菊是个死脑筋 总觉得既然嫁入了高家 就永远是高家的人 哪怕耀宗已经和他离婚 哪怕耀宗如此伤害他 却还是希望耀宗 能够回心转意 继续和他过日子 因此虽然耀宗 要和他抢孩子 秋菊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 只能搬出公爹 劝说耀宗打消那个念头 正阳是爹最疼爱的 你怎么忍心 让正阳去叫别人爷爷 你让爹在天之里 怎么能够安心呢 耀宗已经铁了心 要带走孩子 竟然昧着良心说 就是因为低爱正阳 所以肯定不愿意 让孩子待在这种地方 一辈子帮人擦桌子洗碗 如此不孝的儿子 高老爷的棺材板 恐怕要盖不住了 阿宽婶再也看不下去了 你这陈世美 你走不走 不走我赶你出去了 阿宽婶拿起扫把 将耀宗赶了出去 然而秋菊万万没想到 耀宗离开不久 正阳竟然不见了 这个我们下集再讲 想要看好剧 记得点赞收藏 大猪蹄子 感谢您关注